想演好大哥的女人 不止于霸气 还得有风情万种的姿态 关键时刻能帮大哥镇住场子 本期的波罗续叨叨就可以聊聊 TVB御用大嫂都是什么段位 萧雄李的贵生界 使徒行者二李的欢喜嫂 在陈伟身上总能感受到八个字 霸气歪漏风韵犹存 在TVB陈伟几度表示 想拿是后 可惜东家考虑蔡思佩这样的小花 也不考虑他这朵大花 着实令人费解 难道因为他的前身是亚氏花旦吗 陈伟当年在亚氏和万启文一个咖位 因为美眼间的气质 非常向梅艳芳还获得了很好的资源 后来亚氏倒闭 陈伟只能转投TVB 大家对他的评价是真性情 没架子 2008年陈伟迎来了事业小高峰 可他没有选择乘胜追击 而是极流勇退 嫁给了富商严先生 外表美艳的陈伟其实内心很传统 可惜婚后 他的付出并没有换来富商的真情 丈夫当他是家里的摆设一样 最后还是男人受不了提出分手 离婚后陈伟专心演戏 在TVB拍了法政先锋 法王举及金之玉孽 萧雄等热剧 大姐大的气质也愈发凸显 希望有朝一日陈伟能如愿与偿 拿下事后吧 如果你觉得陈伟演的大嫂还缺了一份果敢 那不妨看看邓翠文 在我心里 她可是演大嫂的天花板 十个高演来了也顶不住 19岁邓翠文就演了女一号 别看她身材娇小 但是能量巨大 和万子良搞对象的时候 把大哥折磨得当街下跪 因为太骄纵 万子良只能和她分手 李奥翠说邓翠文是一个特事的人 拍一海豪情的时候 前前后后换了四次造型 直到开拍当天 邓翠文还要求改发型 而李奥翠作为一个 资身龙套熬成爷的人 习惯了不麻烦巨物和工作人员 他劝邓翠文 有些细节是拍不到的 观众根本看不见 但邓翠文不听这些 他从入行第一天开始 就被天之交里附身了 所以在邓翠文的眼神里 你只能感到罢瞒 想做大哥的女人 邓翠文绝对是演艺界的独一无二 想做大哥的女人 必须得有风情万种的姿色 比如古惑仔里的方婷 一看就比小结巴有故事 可惜自古红年多薄命 试验方婷的黎叔贤 在46岁那年 因不满丈夫的不忠 在家稍叹自尽了 和她一样试验大哥女人 爆红的观秀妹 现在过得风生水起 58岁未婚未遇 但身边从不缺小奶狗 她势必要活成女版王金 左拥右抱 把以前丢的面子全部找回来 因为总演大嫂 还有人称她为黑帮大嫂第一人 爆红后 关秀妹和王金的关系 也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 但没多久 她就和钱佳乐谈起了恋爱 有人说她竟然敢背叛王金 但其实那会儿王金 已经有了新欢 但吃瓜群众不管这些 认为关秀妹红了 就背心弃义 口碑直线下降 2002年 她酒驾撞坏的路障 交警感到时 关秀妹迷一呼呼 提到自己是公众人物 脑子一热就找了个垫背的 原本这事交了罚款就可以走了 但因为她造假妨碍司法公正 还在牢里待了14天 在牢里 她听说王金已经找到了替代品 关秀妹被淘汰了 离开王金的庇护 她无戏可掰 拿着全部积蓄去经商 最大的爱好就是 找18线男演员谈恋爱 自暴不缺钱 只为享受生活 在我心里 演大哥女人最拽的 当属叶玉青 她艳心出道 但绝非兄大无脑 她选择拍风月片 并不是因为缺钱 资本的快乐 当红时她急流永退 选择嫁人 大家以为她是见好就收 但其实叶玉青心里下了牌大气 30岁之前 享受四亿万为的青春 30岁之后 开启财富人生 能成为80亿活态 就足以证明 叶玉青有多会赚钱 之前有媒体爆出 她老公破产 叶玉青说 只要无关生死 都不是大事 她有力挽狂难的信心 她帮丈夫投资房产 开银行 甚至拓展了私人飞机生意 身价一度翻翻到80亿港币 2012年 叶玉青妈妈重病 她返港照顾妈妈 还抽空参演的喜剧 《我爱香港》 2013恭喜发财 豪门阔太夫出拍戏 狗仔们都在猜测 她家是不是破产了 叶玉青霸戏回复 拍这部戏的片酬 还不够我女儿一年的学费 她还声明 这世界最后一次拍戏 以后都不来了 这种吊炸天的做派 大姐头 非叶玉青莫属 别人都是在演大嫂 而陈妙英本身就是大嫂 湾仔之虎去世后 帮派为了纪念她 请陈妙英本色出演 因为在现日生活中 湾仔之虎的女人 就是陈妙英 她的故事圈里人都知道 陈妙英进入TVB后 也从不掩饰 自己和新颜案的关系 还有人说 蛊惑在中小结巴的原型 就是她 陈妙英的一生 像极了西游记里的白骨精 虽然英狠毒辣 但却非常重情 她目标明确心甘情愿 做玩具大王蔡志明的情人 但却不会越界 甚至在蔡志明去世后 还会无偿帮助 蔡家渡过难关 她为了成功 可以不要敏捷 不择手段 当大哥不能公开的女人 但大哥家有事 她是真破命的伤 把原配感动的 不要不要的 子女们对爸爸 这个情人表示很欣赏 据说陈妙英 做情人的24年礼 从不会收男人送的 高价礼物 也不会争风吃醋 更不会吹耳边风 而且她答应原配 这辈子都不会声语 绝对是个狠人 因为陈妙英 很会把握分寸 没多久就能随意进出蔡家大宅 2006年 她还获得了世界杰出华人奖 当年那个不爱学习的小混混 居然还拿到了 美国哈姆斯顿大学 荣誉博士学位 陈妙英的人生 无疑是地表最强大嗓 你认为呢 朋友们去聊起来关注 我怕想在TVB的时候 就真的找不到我了